新的研究表明,古罗马人在数千年前规划出的路线与今天的繁荣地区相关。 换句话说,如果你住在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罗马道路网附近,你更有可能处于相对富裕的地区。 这些道路促成的贸易,利润和发展在现代仍然很重要,那不是道路最初的主要用途。 古罗马人修路主要是为了军事,随着时间的推移,道路开始连接重要的城镇。 瑞典哥德堡大学的经济学家奥尔尔森说,见此后发生了很多事情,事物应该适应变化的环境。 但令人惊讶的是,我们的主要结果是罗马道路促成了城市的集中和沿线的经济活动。 即使它们已经消失并被新的道路覆盖,在公园,而实际出罗马帝国扩张的顶峰时期,已经修建了大约8万公里的公路。 其中第一条军事补给现公元前312年开始建设,研究人员将罗马帝国的道路地图叠加在现代卫星图像之上,使用夜间光照强度作为经济活动的近似指标,地图被划分为更小的网格,以进行更细致的分析。 该团队报告说,尽管大部分原始基础设施现在已完全消失,但罗马公路路线与现代经济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持续模式,道路持续刺激了经济活动,还是赋予地区有建造道路的需要,有迹象表明前者是正确的,即修路推动了贸易和财富的增加。 该团队表示,沿线急镇的出现至关重要,使这项研究更加有趣的是,道路本身已经消失,而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的混乱局面,将成为重塑经济结构的机会。 尽管如此,城市格局仍然存在,然而,各地的调查结果并不一致,在北非和中东,骆驼商队在公园4.世纪和6.世纪之间的,某个时候取代了轮式交通工具,罗马道路并没有被修建或取代。 在这些地区,老线路与现在的经济繁荣没有关系,总体上经济繁荣程度较低,研究人员再次表示,急镇或者在这种情况下,他们的缺席至关重要。 这些发现对未来的基础设施规划也有影响,关于在哪里铺设公路和铁路路线的决定,有可能显著改善特定地区的经济环境。 正如这项最新研究表明的那样,增益效应可以持续很长时间。 例如,在瑞典,我们正在讨论建造新的铁路感性。 从19世纪开始,铁路在瑞典的经济活动中占据了巨大的重要性。 如果它们建成,你可以期待一些社区获得巨量的经济增长。 该研究已发表在《比较经济学》杂志上。 我们在研究所在这些节目中就一直建造成的。 这些都是我们的房子去再次建设机之后, 可以隐司啊!